女人准备下班 就在关灯的那一刻看到了一个黑影 她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于是打开灯又关上 打开关上 打开关上 反复几次 她终于明白这是欲见鬼啦 她准备告诉上次老王 可这时老王只顾着接儿子的视频 没有工夫搭理她 女人因为害怕就赶紧离开了 视频里儿子告诉老王 妈妈又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让爸爸赶紧回去 于是老王准备下班回家 结果一出门 就在走廊的阴暗处看到了一个黑影 定睛一看 我的天 居然是一个女鬼 有意思的是 这女鬼竟然怕光 只能出现的黑夜之中 老王吓得赶紧回办公室 结果很快 办公室的灯就被女鬼给断定了 然后老王就被女鬼咔咔给干掉了 老王死了之后 儿子小白经常会看到 妈妈在家里和空气窃窃私语 有说有笑 有打有闹 而且情况越演越烈 她自己也能听到一个奇怪的女人声音 还会有一个黑手 出现在妈妈的房间门口 小白吓得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 把门反锁钻进了背货 随后门外的灯光熄灭 小白屋内的门把手疯狂的站住起来 屋内的灯光也忽明忽暗 恐惧让小白整夜整夜的不能睡觉 每天白天上课都会睡着 于是儿童保护组织 认真负责的叫来了小白的家长 但是小白并没有叫来自己的妈妈 而是叫来了同母义父的姐姐小花 当小花听到小白说 妈妈在家里 总是和一个叫做小凤的阿姨说话的时候 小花意识到 继父的死 显然给母亲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因为许多年前 自己的亲爸失踪时 妈妈也曾经犯过精神病 也曾神神叨叨的 豢养出过这个叫做小凤的阿姨 小白说晚上想跟姐姐回去睡觉 小花就劝她说 妈妈现在很难过 你要给她一些时间 然后就把小白给送了回去 家里一片昏暗 比之前更吓人了 小白连忙跑进屋里 拿上几件衣服 无论如何 今晚一定不能在家里睡了 说啥都要跟姐姐走 然而黑暗的房间里 那个鬼影孩子上村下调 小花知道妈妈一直有精神病 当得知妈妈已经停药很久后 并且精神状态也不太正常 于是就带走了弟弟小白 晚上小花准备睡觉的时候 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然后就在房间门前 伴随着应急灯光的一明一暗 一个乌漆抹黑的可怕女人 正蹲在那里 忽善忽善的不停闪现 小花一不留神 女鬼就扑了上来 幸亏霓虹灯亮了起来 小花才躲过一劫 受到惊吓的小花迅速打开了灯 她来到浴室洗八脸 却听到浴帘后传来了响动 她战战兢兢的拉开浴帘 发现因为害怕 而跑到浴缸里睡觉的弟弟 此时弟弟手里还拿着一个手电筒 小花也终于明白了 弟弟这段时间的遭遇 不过第二天 妈妈就委托儿童中心的人 带走小白 毕竟妈妈才有监护权 送走了小白 小花想起 昨晚女鬼蹲在地上抠了半天 她翻开地毯 竟然看到地板上 清晰的刻着 罗鱼凤子那个大字 这时小花才意识到 自己小时候也曾遇到过小凤 那时候自己像弟弟一样的年纪 晚上在家里画了一家三口的画 突然衣柜里传来了声响 小花回头查看 桌子上的画突然不翼而飞 接着衣柜里就传来花花的声音 小花走过去打开衣柜 灯光亮起 只见自己的画本从空中掉落在地上 小花上街查看 发现自己的画被进行了修改 爸爸的画像被涂黑 而自己和妈妈中间 则是多了一个小黑人 名字就写着罗鱼凤 小花此刻才反应过来 这个罗鱼凤早就混进他们家了 想到这里 小花顿感几倍发凉 她立马和男朋友赶往妈妈家 在这里他们发现 整栋房子都黑乎乎的密不透风 不是被取代灯泡 就是被拆掉了电线 小花满屋子寻找 结果在二楼继父的书房里 发现了继父生前寻找到的 关于母亲和小凤的资料 原来母亲小时候 曾经因为精神疾病 住进过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院里 有一个小女孩叫她小凤 她拥有可以控制人意念的超能力 并且患有一种 惧怕阳光的皮肤病 人们都称她为怪物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意志力最薄弱的母亲 被小凤控制了思想 成为了小凤最好的朋友 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 小凤甚至在小花母亲 并且好转的时候阻止她 因为如果母亲并且好转 她就很难再控制 和独占小花的母亲了 医生也发现了这一切 于是对小凤进行了治疗 采用了一种新型治疗方法 用了1500瓦大灯泡直射小凤 然后小凤 响一下就被烧成了一座灰 所以这个小凤 小凤阿姨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死了 她依靠自己的超能力 寄生在小花妈妈的身体里 每当小花妈妈意志力薄弱犯病的时候 她就会出来 企图将小花的妈妈降为己有 小花越想越害怕 越想心越慌 但是她不知道的是 此刻小凤就在房子里 当小花找到当年自己的那幅画时 小凤出现一把抓住小花 并威胁她不一样多管闲事 就在小花快要窒息的时候 男朋友及时冲了进来 成功救下小花 两人拿着资料赶紧离开到这里 当天晚上 小白和妈妈一起回到家 妈妈恢复了以往的样子 他们一起看电影 一起吃好吃的 之后妈妈经关掉所有的灯 企图介绍小凤阿姨给儿子认识 妈妈说 儿子啊 玉芳阿姨是个好人哦 以后我们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哦 小白听后差点尿了 吓得嗷嗷叫着 就跑出去找了小花姐姐 小花以把今天查到的真相 告诉了弟弟小白 小凤能出现 就是因为妈妈现在精神状态差 抑制力差 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帮助妈妈好起来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小花前去开门 门外却空无一人 而弟弟小白 却被小凤直接拉进了 黑暗的床顶 小花用尽全力 把弟弟给拉了回来 看来他们不能再等了 必须马上出击 于是小花男友 小白一行三人 来到了小花妈妈的家 小花跟妈妈说 那个小凤阿姨早就死了 小花妈妈狂躁地表示 不可能 我不信 你闭嘴 无尽可视的小花 想要带弟弟离开 小白却非常有担当地说 要守着妈妈 不能抛弃他 而且不管现在去哪里 也都不安全 于是小花和男友 决定也留下来 三人准备了许多应急物品 以防万一 大概就是一个 快没电的手电筒 和一个蜡烛 小花上楼跟妈妈说 今晚要留下来住 妈妈很开心 暂且拥抱了小花 顺便偷偷给他塞了一张纸条 然后妈妈就被 门后的什么东西 给拉了回去 小花打开纸条 看到上面写着 救我 原来妈妈刺客 已经清醒了 也需要帮助 半夜小花阿姨 果然掐断了 整条街的电线 并且把小花和小白 引进了地压室 关了起来 这时小黑从外面 查看电路回来 正要救小花时 被小凤直接偷袭 手电筒一下就坏了 小黑临机动 拿出手机 亮起微弱的光 结果也被小风 给趁机偷袭 踩碎在地上 小风高高举起男友 准备干掉他的时候 男友机智地 拿出车钥匙 打开了车灯 小凤看到光亮 一下就消失了 然后 然后男友就开车 跑了 小花差点哭音 在地下室 就要找的是个 什么玩意儿男朋友啊 这时姐弟俩 在地下室里发现了 小凤阿姨写下的 要夺走妈妈的宣誓 他们点燃了烟囱 要和小凤阿姨 进行一场激战 小花告诉弟弟 只要有光 就可以攻击小凤 就在我以为 他们喊不好弄 也不会有人来揪他们的时候 男友竟然又回来了 并且带来了警察 唯物主义 价值观的警察 进去之后 救出了小花和小白 然后以迅雷不及 掩耳盗铃之势 顺利被小凤阿姨干掉了 小花让男友带走了小白 自己去救 被小凤锁住的妈妈 却被小凤阿姨抓住了 这时的小花也终于得知 原来自己的爸爸和继父 都是死在小凤的手里 而小花的妈妈 也打开了门锁 找到了小花 得知自己两个丈夫 都死在小凤手里 现在她还要伤害自己的孩子时 小花妈妈彻底愤怒了 拿起枪射向了小凤 可是根本就打不到啊 但是小花妈妈 再次举起枪射向了自己 因为她知道 小凤是牺牲在自己身体里的怪物 只有自己死了 她才会彻底灭亡 故事的最后 小花的妈妈死了 小花和小白得救了 从此小花和男友 还有小白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电影的名字叫做关灯后 是根据网络两分钟短片改编的电影 看完这个电影 我发现这一切 好像都是爱情之河祸 小凤阿姨对小花妈妈的占有欲 和杀着小花妈妈 挑任丈夫的行为 那可不就是爱呀 不过最后 还是要为小花男友的智商点赞 恐怖片的智力丹丹 当之无愧 好啦 今天的电影解说到这里就结束啦 我是看上帝 多不适合的灭剧食材 我们下期视频 见不散 掰了个掰